走进充满回忆历史的照片走廊 这些照片是以前布农组的生活 当时所拍下的记录 有的已经甚至是100年历史了 而在9月份也已经开始展示 原住民艺术家的作品 以及在地学校的原住民青年艺术节特展 位在海端乡的海端布农组文物馆 基本上它作为海端乡一个很重要的 也是仅有的一个艺文展场 二楼这个布农组女系艺术家伊布 那它是算是在布农组里面算是比较少数的 以绘画为主的一个创作的人 那基本上它的东西 又很能够跟布农组传统的神话故事做连结 那像它在展场里面那个绘本 就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素材 然后最特别的是说 我们在10月29号有办一个演习的讲座 那下午还有一个首座的工作坊 那上午我们邀请了海瑟老师 特别针对原住民的神话故事 讲她自己对于她的收集 跟出版著作的一个 算是一个田野的经验分享 那第二个阶的讲师呢 是李韵怡 那她是一个月光小战的负责人 也是个很重要的策展人 那她的硕士研究基本上就是以伊武这个艺术家为主 那由她来讲伊武的观察 跟她的转变是最适合的 至于在布农组文物馆 现在正在三楼展览的原住民青年艺术节 她的学生的创作作品 那这个要回溯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比较关注的是 在原住民地方里面 对原住民青年团体发展的这一块的 算是一个回应啦 像海端乡这边其实都有一些年轻团体在发展 比如说像东部清 还有现在在坎顶的青年工作坊 那其实大家都希望能够 透过传统文化去发展出一个 比较属于新的 比较属于年轻人的这一块 那我们就想说 之前十千晚办的原住民青年艺术节 那已经办了四届 有的在串联 现在台东这边的原住民艺术专班的学生 透过乐舞还有透过创作 能够对自己的文化学习做一个展现 那我们对这个东西就非常有兴趣 我们希望有机会能够把东西 引进到布农族文物馆 然后跟我们在地的原住民青年 做一个互动 有兴趣想要了解原住民文化的朋友 不妨可以到布农族文物馆来参观哦 东台新闻 正玉宁 海端乡的采访报导